神经系统 把神经系统大概的架构讲完了 其中周边神经系统包含感觉神经 也包含了运动神经 运动神经还包含体神经 就是随意运动 自律神经 而感觉神经 它负责把环境的讯息送到你的中枢 来产生一些相对应的反应 我们的感觉神经 它就要接收感觉受气的讯息 我们身上的感觉受气 大概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类型是感觉神经本身 就它充当为感觉受气 比如说我画个诗意图 这是我们感觉神经圆的诗意图 单极神经 然后就穿它冲出去 它的末梢可能有些分支 这些分支就是速度 这些速度本身就是受气 然后在这个位置产生动作电位 然后往后传递 后面这边就是什么的轴图了 所以这个感觉神经的速度 本身就可以侦测环境刺激的变化 好这个速度就是神经纤维末梢 直接做感觉的 例如有我们的鼻黏膜中的嗅觉神经 嗅觉神经的末梢直接侦测嗅觉分子 我们平复中的痛觉神经 他的末梢直接真的痛觉 好那视觉比较特别 所以我要用个星星冲起来 一般都是神经的末梢形成我们的变成兽气 变成兽气 特化成兽气的样子 可是视觉的四细胞不是 四细胞是整个神经细胞 这是它的本体 直接整个细胞变成光兽气 它有两种 我们等一下会提到 一个是杆状的 一个是锥状的 这是本体 然后往下走 好所以视觉比较特别 它是整个神经元 整个神经元特化成 整个细胞都是兽气 而嗅觉跟痛觉是神经末梢而已 变成兽气 但其他还是一般感觉神经的状态 这个叫做由神经元 部分神经元的结构 或是神经元的全部 特化成的神经纤维 或是整个神经元做兽气 好那另外一种 换个颜色 叫特化细胞 比如说我这个特化细胞 我细胞出来了 我这细胞是皮膜细胞 特化成兽气 这个兽气侦测讯息之后 这是兽气 侦测好讯息之后 我才把讯息交给后面的感觉神经 这兽气把它写好 这些是皮膜细胞特化来的 这是我们的感觉神经元 才把讯息往后传 像这样子 我记得图画的不太好 这个本体应该不会离它这么近 本体应该是比较远的 比较靠近脊髓的背根那边才对 所以两个图有点画的有点瑕疵 改一下 本体应该在这边 它是在背根神经节 所以应该离脊髓比较近 离兽气比较远 应该是这样的 这是本体 所以这是两类的感觉兽气 由神经元自己当作兽气 或者是由特化的皮膜细胞 变成特化的兽气细胞 来侦测环境的改变 这些例子我们之后都会提到 比如说听觉跟味觉 就是由皮膜细胞特化成 听觉兽气跟味觉兽气的 好 那我们把感觉兽气大概的架构 就分为两大类件说明到这里